大S在3月與舊愛劇俊葉登記結婚 兩人時隔20年在序前緣感動許多人 前夫汪曉飛卻屢傳緋聞 且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還一度槓上前小姨子小S 近日又被網友發現 某抖音帳號PO出一支影片 標題大大寫著 大S被爆懷孕已經3個月 畏劇俊葉再度破底線 還扯上汪曉飛 我都心疼我自己 我就是一個賣酸辣粉的 影片內容放上大S與劇俊葉兩人的甜蜜照片 隨後接著汪曉飛吃著自家產品酸辣粉的片段 最後甚至出現點擊左下角下單的字樣 趁機宣傳他賣的酸辣粉 因此抖音帳號的多支影片 不斷在推銷汪曉飛的旗下產品 就有人爆料帳號就是汪曉飛公司的 消息曝光後也遭怒轟 這是消費前期了吧 很熱度 這樣誰還敢吃這家的酸辣粉 而稍早該賬號已將所有有關大S的影片刪除